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工商大会以大湾区大战略大交流大发展为主题 会上发布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工商合作澳门畅议 以及举行中国海市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 华南分会的揭牌仪式 国内的各个地方包括港澳两地都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这个概念 非常的关注非常的期待 都希望能够通过参加这次论坛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大家也收拾对两岸三地的产业融合做了很多深入的思考 我想这都是非常好的起点 像澳门和恒晴的融合 双方共同组成一个管委会 像这种创新的模式将来一定会越做越好 那么我们就要把大湾区的这些产业优势聚集起来 非常高兴地看到澳门现在也在做产业规划 由1加4的产业聚焦 非常好的找到了澳门的定位 会展业绝对是澳门这几个产业带动发展的动力 特别是像大健康、金融、高科技 都是澳门值得抓的重要的产业的这个量点 我觉得这个将会有一个很有 很有一个成功的效率 将这个11个城市联合在一起 带动它除了旅游业会展是一个很好的商机 再加上大家的联合在一起 我相信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 希望做到一个大湾区的成功来志 将会是一个借镜 比起亚洲大的国家用它为做一个模式 是不是可以推荡旅游业或者会展业 对我们的会展业都会有各个效应 将这个600万人口是可以配合到更大的市场 未来可能会是粤港澳三地会轮流举办 但首届在澳门举办 我认为是有重要的意义 无论对于国家的区域经济的发展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本身 或者对澳门本身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和地点 首届的这个大会在澳门举办 除了我们要融合国家的关键 另外一个我们还要助力国家对于外托转 澳门应该都可以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资本企业还有一个专业 能够聚集的地方 一定会加强它的作用力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我认为是对澳门 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 都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为了令与会者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营商环境 有更深入的认识 主办单位安排与会者分别赴 环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香港科技园 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参观效策 并在澳门深入社区参与盗栏 让与会者了解澳门社区经济发展 进一步推动社区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